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9月5号 礼拜一的午安 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侯乃荣 头条据带您来关注到高雄鼓山 有一名王姓男子 今天凌晨跟家人到KTV饮酒黄欢 他酒后开车因为违规红灯右转 被巡逻远警拦下来 当下他辩称是要去移车找代驾 希望警察通融 不过他酒测值已经高达了0.59 触犯公共危险罪 远警要上号时他恼羞成怒 标骂不雅刺眼 当场被压制上号 远警巡逻看见前方小客车 违规红灯右转 上前把车攔下 男子被抓到酒驾 但他理直气壮 说是为了要找代驾 就在警方准备上铐时 男子竟恼羞成怒 对远警飙骂不雅自言 说什么 你说什么 说什么而已 你只要再多一条返回公务吗 好了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一旁女友干净出面缓夹 但男子依然不断反抗 你不要跟我说你赢啊 你不要跟着啊 没有 我又没有养你 我跟你讲 违反高高危险罪就是上铐 最后男子被押制在地强制上铐 带回警局 事发在5号凌晨2点多 26岁王姓男子和家人女朋友 来到古山一间KTV 刚唱完歌准备返家 王姓男子喝了酒开车上路 被拦查时还态度嚣张 男子拒绝被逮又对警方 表骂脏话 这下不止公共危险 再多了一条妨害公务 最佳一等被依法送办 记者陈萱萱俏剧演邓明 高雄参与报道